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提醒大家 小炒行823下个礼拜一出全年业绩 有没有得炒业绩 昨天其实相对上市比较混乱一些 大家都会去埋手一些 风险比较高的股份 你会见到昨天三号、三号的股份 全部都有少少回远的压力 但今天来说煤气又弹回来了 煤气应该今天或过两天随正 如果是收息档就记住煤气 现在是19.3% 0.03% 现在涨近百分之一 二号仔又是即将随正 现在九十个三下跌百分之零点六左右 你要好看就是到时究竟是 煤气或煤气 时间上 但我自己觉得 其实你去博 你也是博红绩 你也是博他多两三元而已 直博空间有多少呢 还有你去博那个业绩 就是你觉得他会好 他就想 我都说这么多部分已经 他出售了这么多资产 持有这么多钱 然后去内地买东西 我只看到这件事 还有不过我会这样想的 如果你走一些屋邨商场 一个 斯拉智慧就是 真的用了很多新的地方 去扩大他们的可出租的面积 是的 这方面是不会有影响着 因为 就算你说 多少的消费疲弱等等 都是奢侈品那边 是会先行主导的 如果你是日用品这些 其实市的经济就算不好 都不会影响到日常用品的 就是你尺子都要用的 就是纸巾你要用的 就是柴米油盐你都要用的 那这个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只不过这个价钱 我就不想买相 是的 就算你觉得博业绩也好 我不想在这个位置 去博那两三元这么高的风险 是的 这个是我的建议 就是我信心是吃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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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